原山鄉民代表李小婷帶領了記者來到山邊的這處鳳梨園 看到景象可說是慘不忍睹 因為經過山豬彌虹的洗劫後 今年即將採收的鳳梨被吃了金光 光是這處園地損失超過250萬元 今年年初開始 我就接受到農民的頂情 我們是由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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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鳳梨山區 都受到很嚴重的河海和沉山豬 都會留在這裡燉 像這幾片 幾家庭的這裡 全部都可以燉到全軍覆沒 我記得要不要吃 因為那個吃了就吃 十歲就吃 不是大顆就吃 十歲就吃 現在是說 周邊我山豬的 10區都去圍就是這樣 我山豬大家都圍著蟲子 圍著鞍片這樣 怕山豬 糾比較沒法 糾會跳 所以糾很困難 還可以爬 因為靠近平地的果園 雖然有護欄防止山豬侵襲 但還是難逃 蜜猴磨手 將包葉中的鳳梨挖出來吃掉 尤其今年更嚴重 已經損失三分之一的鳳梨 這也是給我吃了 這都給我萬年 以前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以前也沒有吃 這幾年來才開始大吃 可能給我吃 知道這個蜜餅會吃 才開始吃 這個生產很快 一年比一年 數量還更多 這樣 像你現在剛才起頭 孫子差多少 那差很多 這數量嗎 民家 民家就孫子三分之一 都有 馬上到現場試查 但由於動物損害 無法侵應天然災害補助 所以會向縣府爭取 防護電網經費的補助 像說 這個動物造成的損害 應該也是要列入 這個天然災害補助的範圍來 再來加上說 雖然政府有補助農民 來架設電網 不過電網它的效果優寒 還加上說 我們日後 才是都供應的土地 所以在申請電網補助上 有很多很多 除了高雷 我們的農民補色電網以外 我要請農業主 應該結局 去建議 更好的風土辦法 可以讓農民 在採收之前 拆不高的作勝 還是山地的作勝 所以在這裡 除了請農業主 結局建議以外 也請農業主 要跟農委會 來做一個 平常的對談 讓農民的損害 有一個更好的保障 由於二胡鳳梨 要到七月初 才是盛產期 所以呼籲農政單位 應該儘速提早因應對策 不然隨著諸侯的破壞 二胡鳳梨產量 可能少之又少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林採訪報導